好,在了解的两种对象 字面样能的形式创建对象 以及利用OBJ的函数来创建对象 两种形式之后 你可能会在心里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两种方式创建对象会不会有差别呢 那么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告诉大家答案 就是这两种对象其实是没差别 你怎么能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创建了一个这样的对象 VRO等于一个这样的对象 然后呢你也创建了一个VRO等于 6一个OBJ这样的对象 你想了解它那个两者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就需要了解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构造器Construct这个玩意儿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每个对象啊 在JS里面每个对象都会默认就会有这个属性 比方说Construct 当然这个是个方法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致命量型是创建的对象 它的构造器是什么 你会发现它输出的是一个Funk型Object 那么你这个地方你可能马上就想到O1.Construct是什么呢 两个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你就可以测试一下 两者是不是真的一样呢 Construct等等等三个等啊 很等于O1.Construct回测返回的是True 也就是说明两个不管是自明量的显示创建的对象 还是O1创建的这种NewObject创建的那个对象 两者观念的Construct呢是一致的 那个Construct呢中文叫做构造器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 把这个Object的当成一个类 而这个O1呢 是这个东西 这个类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可以联系工厂的 这个车间里面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一个构造器 一个模板 一个模具 通过这个模具来 弄出这个对象 这个以及这个等 这就是构造器的一个含义啊 就是确定一个对象是从哪里构造出来的 就是相当于说 你把构造器理解为一个模具啊 这是构造器的一个意思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虽然了解一下 常见的一些 我们见过的对象 它的构造器是什么 别人说 比方说我们现在不是有个number对象吗 是不是 number对象 它的构造器是什么呢 好 是个也是个funk型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自己定义一个函数 比方说我们定义这样的一个函数 而这个函数也是个对象啊 这里面 这些接线里面一切都是对象 它的构造器又是什么呢 construct 你就会发现 它也是一个funk型 也是个大写的f啊 好 那么说到这里 你就想那个大一切 你刚才说一切都是对象嘛 那funk型它是不是也这个对象呢 它有没有construct呢 记住啊 construct是对象才有的 它的那个构造器是什么呢 你就发现它这个方形的构造器 它是它自己本身 也就是说在构造器层面的话呢 大写的funk型是最顶级的 就是这个 然后刚才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只有对象才有那个构造器 那么如果比方说我们输一个1 有没有construct呢 明显没有提示啊 它就会报错 它没有啊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一个并量等于1 我们都知道并量这个东西呢 是个数字类型 其实它的也有一个构造器 那么它的构造器就是number本身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这个变量1是从number这个函数生成出来的 所以呢 A它有一个构造器 好 这是我们前面也列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构造器 通过这个东西呢 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 当然用图形来表示呢 是最合适的 那么它的图是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在脑法里面回忆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东西啊 首先最顶级的构造器是什么 是大写的F 把这个构造器当成一个模具啊 通过这个F呢 你可以创进去什么呢 创进去大写的object 以及创进去大写的number 以及什么呢 数字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 这个有大写的F创出来了 而这个object呢 你就又可以创进去 用致命量形式创进来对象 以及用newobject的形式创进来对象 这是这个 number也是一样 你可以直接用vrA等于1 以及new一个number的形式 创进一个 把这个e传过去 创进对象 也就是说这个对象致命量 其实跟这个是等价的 而这个这样定义并量 你跟new一个number呢 也是等价的 A是一个对象 你溜出来的结果呢 也是一个对象 它们的构造器 也就是它们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它的模具 它的类是number 而这个number本身是一个函数 同时也就是说它是个类 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对象 而这个站在对象的层面的话呢 它是由这个大写的funk型创进出来的 而大写的funk型 它的构造器就是它自己本身 所以我们这里搞一个这样的一个 循环的一个镜头来表示 这就是整个构造器层面的一个结构图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了解了构造器之后呢 我们就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常用类型的判断 类型的一个检测的问题 那么主要我们列了两个 一个就是type of 这个东西我们都以前可能就用过了 就是判断一个对象 我们的一个参数的类型 比方说这里 这个构造器 这个操作符 type of 1 它的类型就是一个数字 是不是 type of 然后比方说true 它的类型是booney 然后比方说我们定一个函数 等于funk型 等于funk型 那么它的类型就是一个函数 type of f 它是一个函数 这是type of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还有一个判断呢 就是那个跟我们刚才学了的 construct呢 是紧密相关的 就是instance of 比方说fero等于一个对象致命量 然后o instance 它是某个构造器的一个实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构造器是这个 比方说是object 那么它就会返回一个true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一种写法 olding instance olding construct 就是这个啊 这个形容instance就是说对象 是不是某个构造器的实力 如果是就返回true 不是就返回force 当然你学到计程了之后呢 你这个instance后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写它的负的构造器啊 它一样会返回一个true 这是这里 说到构造器了之后呢 你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构造器是个函数 是不是啊 那我能不能把它调用一下呢 比方说啊 比方让我定一个binialo 我们重新把它定一下 在里面呢 加一个属性 name等于abc 好 这是这项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利用这个构造器 它这个函数是不是 我们把它调用一下 然后任性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比方让我这里飞1o1等于它 回车 然后此时的o1的话呢 的确是个对象 但是o1里面 它没有那个 那个name 也就是说 它这里你调的这个构造器 其实等价于调用什么呢 等价于调用 因为它的构造器就是object的嘛 所以调用它 就等价调用了一个newobject的 来创建一个对象 而不是说把这个o 这个本身复制一份 交给它 来给它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要清楚 所以说o1这里面 没有那么这个东西 当然o1肯定也不等于 也不等于什么o 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对象 o1等等o 好 这里输出一个tree的来源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证明有有这样一个代码 o1等于o 我们在这搞了一个负值 所以它就tree了 我们再来搞一个o2 o2的话o.construct的调用一下回车 然后o2等于o 我看见它根本就不是相等的啊 这就是那个就是说它创建的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而不是说把那个o呢完完全全复制过来的啊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当然我把这个地方稍微改了一下啊 因为刚才不小心把这个搞一个等号啊 这是这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啊 其实我们刚才说过它其实就是调用一个new object 就是这一个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